大家都知道夜視特工有很多特效影片 但是音效這個也非常重要的元素 因為他看不到常常被忽略 幫夜視特工配了67年的音效 其中包含了殭屍槍戰類型 魔法類型 還有大自然物理的類型 音效是讓你的故事或畫面 變得更逼真或是精彩的元素 那今天導演就選了兩支影片 帶著大家一起來看看說 究竟我們在這影片裡面用了哪些音效 是你可能沒有聽出來的 先來看P子英雄這一隻 我們先看還沒有上音效的樣子 是怎樣 幹嘛 念你還不高興啊 不能講 這次沒有音效 馬上來看一下 加了音效之後會變得怎麼樣 幹嘛 念你還不高興啊 在這短短的畫面裡面其實我們用了非常多的音效 現在就一一的來大家看一下 我們究竟用了哪一些音效呢 首先韋哥講話 好 這邊就有兩三個 第一個是殭屍準備咬之前 大家注意看他嘴巴 有這種微微張開的感覺 我們就給他一個 先給他一個比較低沉的 醞釀的吼的聲音 然後再來就是搖上去 就是一個比較強烈的殭屍的聲音 這裡 所以他是 然後再 再用力搖 那下面還有 這個 這音效的聲音叫做弄衣服的聲音 弄衣服就是 當A演員跟B演員有一些肢體上的接觸的時候 比如說像這邊是殭屍鋪到尾哥身上 他有個類似這樣的聲音 或是 那種 在衣服摩擦或是 你碰到的時候會有個 撞擊的感 好 這位殭屍在吃東西的聲音 對啊 好像在啃肉的那種 有血啊 血肉的那種音效是 最符合的 然後這邊有個很像 喉嚨發出那種 的聲音 大家可以觀察 這位演員的他的嘴型 他在這個時候的嘴型 他不是 啊啊這樣張開 所以不要幫他配那種 吼了 牙齒有點閉起來 只有一點點的嘴型 所以幫他配那種 是比較適合的 剛剛裡面還藏著一個音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呢 有發現 好吧 好吧 好這個音效就是 這個 在公車上 跑步的聲音 那講到腳步聲 就可以延伸到另外一個重點 找音效的時候 以這個腳步聲為例好了 我們找腳步聲 你會找到幾百種以上的腳步聲 比如說 有高跟鞋的啊 或是在草地上 嘴巴 他那就是 就在草地的聲音 所以 觀察畫面中 現在有的情緒 還有環境 就變得很重要 什麼是情緒跟環境 以這個為例 現在這個情緒 最強的就是在這個殭屍 讓這個音效 告訴觀眾說 他很凶 所以我們要很重的腳步 爬爬爬爬 再來 公車的地板 它不像一般的地板 那麼扎實 不像我們的家裡的木地板 或是外面的水泥地 它是有點像是踩下去 會有點像踩到木頭的感覺 在查關鍵字的時候 我就查木頭 Wooden Floor 木頭地板 然後奔跑 最後找到就是 那我們來聽看看 沒有音效跟有的差別 好 這是沒有的 再來看看 這個臨場感瞬間加了很多分 好 那再來就是最後 它先叫 再搖 這沒問題 比較特別的是說 我們這邊用了兩種不同的叫聲 第一個 然後再來 第二個 會這樣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是一個高潮 所以我希望用兩個殭尺的音效 更立體 更有張力一點 這就是咬下去的那一瞬間 我希望它是一咬就咬到骨頭的感覺 所以我這邊特地選了一個 比較酥脆的咬的 咬的音效 像這個就是我們用音效來告訴觀眾 畫面沒有講到的東西 就是它咬得很大力 咬到了骨頭 這個是畫面上看不出來的 可是加了這個音效之後呢 觀眾就能想像 而且會有感覺 最後就是這個 就是血噴出來 一個血噴出來往上剪的音效 到這邊一個段落 那我們簡單來做一些 剛剛講到的重點整理 第一 音效不要重複 像剛剛用了很多個叫聲 我幾乎都沒有重複 如果一定要重複的話 我一定會貼另外一種不同的叫聲 把它合在一起 它就可以變成第四種 第二個重點 一樣都是腳步聲的音效 你有沒有選到 符合你畫面上的情緒跟環境的 有 才OK 最後一個仔細的對準 演員的動作要100%對準 差幾格 差幾秒都不行 以上三個重點給大家參考 是我自己的感想 好 那我們趕快來看第二段 第二段比較短 那我們第二段要講的就是 這隻元素 皮 元素 不是 對不起 牙速跟元氏 還有皮卡丘的對決 好 牙速爆炸 皮卡丘 發電 元氏 元氏用大絕招 元氏用大絕招 牙速用 牙速用 閃電 打雷 好 前面比較單純 它就是 爆炸 閃電 大閃電 記得 如果畫面中有層次的話 前面的閃電比較小 閃電就是一些 暈釀而已 前面就是一些 暈釀 幾根小的暈釀 然後再來這個大 大 大吃的下來 當畫面有這種層次的時候 我們的音效也要有層次 前面幾個小閃電的小聲音 後面這個大閃電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強烈的 啪的 大雞感 我們要從畫面中 尋找會發出聲音的元素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第一個會發出聲音的就是這個閃電 它會這樣啪啪啪的聲音 第二個是龍 它在過去的時候 我想給它一個叫聲 讓它更有存在感 龍捲風 因為它起風了嘛 然後三個絕招合在一起 感覺非常的 怎麼樣 強烈 所以就會有 很像地震的感覺 地震的感覺的音效 也會在裡面 我們大概看一下 一起來看看 用的 第一個是這裡 這就是龍的吼叫 這個皮卡丘的閃電 這就是剛才講的風聲 很強烈 分享這一段最主要目的是 雖然畫面上看起來很複雜 但是只要我們多花點時間 找出每一個畫面中 會發出聲音的元素 然後把那個音效找出來 合上去 就OK了 其實沒有那麼難 只要花很多時間 希望這次的影片 對你們大家也都有幫助 如果你們喜歡這種類型的話 在下面留言 說可能告訴導演說 你們還想聽 導演分享什麼 哪方面的技術 或者是經驗 那就下次見 拜拜